今早有Rafi王伟豪 跟我们谈谈的事 今年的低低又不见了 我们要尋下一个底 Rafi早晨 您看沽压会去到多少 今早早应该很多人都开始做淡 估计一直转下去 31,000人不害怕 31,000人不害怕 很快32,000人不害怕 30,000人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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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平台上升了 会去到什么位置 除了赵sir说 整个市场由早几个月 33,000人不害怕 大家不太相信 可能是差或是好事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做一些动作 反而可能今天或过去几天反复之下 难得今天一打打穿25,000人 我相信有些投资者会将25,000人 造成第一个反弹位 如果下不了 真的会放心再做下去 我说回美股大牛市时 很多股评人 资深已经说 现在市场最大危险 就是自满 投资者是自满 你先来已经不知道 什么自满 信心满满 自满 现在就是 30,000人时很自满 31,000人很容易见 人家派给你 派给你 当然未策 而且自满 自满 中美贸易战 当它没有到 现在才可以自满 我们看到美股现在才开始调整 如果美股继续调整 可能会触发7万4千亿的被动沽盘 都有出现 不过 其实今天也有些大行 美人美临 首席经济师都说 如果环球股市都是在美股那边 其实中国或亚洲区都可以留意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股市 你们又怎样看 港股就不同了 港股夹正中间 我们是否应该会跟着美股 他们现在才开始correct 先调整 我们是否仍然有排落 我觉得最安全的就是 只持现金 因为你说 说一句 你拿市和不同市况去比 可能有些下落了多一点 才觉得有个借房空间 但始终也不是那么安全 还很认同 以港股角度来说 前一阵这样下来 其实最主要当时受访 刚才晓晓的港贸易战 可能是A股等人民币拖下来 反而这阵开始下跌 就在怕美股 已经在沽股 两个星期前说 怕美股 始终你说美股 像Mini所说 现在有少少开始 他们连最后一个牛市 都可能要爆破 近期有这样的说法 因为你见过去这大半年 美股那么强 当时大家觉得经济好像很好 企业营力很强 自满 但那一刻上半年有减少因素 减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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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美国的企业 开始第三季 变得一样 如果每天调低盈利预期 美股要回升 港股有点担心 可能要再跌多一点 Rafi所说的 具体地说是 美国税改已用尽 earnings 已出尽 对市已升 买回 现在买回 买回都不买回 当然没用了 之前买贵货 原来一组 还有一件事要想 有大行近日说 美股变成熊市 其中一个位置 他们不是看中美贸易战 而是看国债知识率上升 即是息口上升 但特朗普很聪明 近日开始发工 越来越狠 批评鲍威尔信 对大家威胁就是 那个东西 我应该不惹 Basebook亦多了很多展述 就是看中美贸易战 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忧虑 工资又上不了等等 这件事现在 好像辐射在美国利率期货身上 11月加息的概率是低 但12月的机会同样跌了 现在12月的机会 应该不够70% 这是两天之间 就已经跌了一成 七天之间八成 现在跌至最新是70% 如果联储局会暂缓加息 又可否抵抵市场 让市场气氛没那么紧 如果最终不加 其实有机会可能更惊 因为市场本身亦预算年底会加 反而会非定律 反而将下年加息的步伐 如果有机会放慢 这可能会比较好 但如果这次12月突然不加 我觉得对市场的负面反应 是重大 联储局 鲍威尔老实你怎样说 我拿正我自己来做 我的责任在哪里 我是伺服全美国经济 全美国人 近期你刚才提到 鲍威尔和特朗普的大家互相取态 令市场有些混乱 特朗普经常会输打赢 特朗普当日是提名鲍威尔上场 明显地这一刻大家也知道 可能因为领导大选 将视线或不好的东西 全部推到美联储 令自己稍为巩固一点 但我觉得现在整个市场对这些看法 不会特别受落 所以近期特别是美债债息 反而是落下来 为何会这样说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钱反而是派到美债 美金、金价这所谓避险资产 因为前一派美股跌 或者是当时环球股市落 反而债息是上升 那时钱不是流落美债避险的 但反而这一刻是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意味着当钱 这样选择到一些避险资产 都有机会大家的看法 可能仍是比较审慎 所以变相拉运来计 特别港股这些都是升级市场 我相信受到的压力 都会比较大 执着息口的前景 现在开始有些动摇的时候 谈谈国际金融股汇控 刚才我们开始 又落到超过一年低位 60元边 近日都留意到汇控的沽空比率 突然升得多 连续五天都不低 彭博的数据显示 沽空汇控的推手 是全球最大对冲基金 Britter 3月时的申报 在伦敦累计沽空了一亿股汇控 到现在7月份 已经赚了1.9亿 赚了13亿 汇控的特质 没有一个主要股东 没有人多过5% 所以空军对准 很容易炸散 如果有一千万元金 购买汇控下 即没欠对 六七利息 一 любой年一千万的 但是每年可以收六七十万 小水批支持汇控 即是一波供选 但市場有很多人問為何匯控是特別弱 為何匯控是特別弱 為何匯控是原來匯控 我覺得這陣子再落 未必跟匯控的事 匯控是第一季回來匯控 不是這次司座 匯控要有貨在手 有人借貨給你 為了租貨回來匯控 在倫敦那邊 要搞清楚 匯控有這麼多 現在匯控的圖片 RSI是十九 買來當成一千萬 一千萬即是早兩個月 很濕稅 兩個單位已經多過一千萬 但你打工 六七十萬 除了美金 我們除了八 五六萬美金 在美國不知幾萬 美國的稅比香港還要貴 Rafi 我們的逆史思維 他跌得厲害 反而終於撐到他了 落到六十元 撐不撐得住呢 現在大行雖然開始暢淡 但目標價大概有八十元左右 我覺得這樣看 假設大家現在手上沒有貨 亦有多餘錢 剛才說中場線用來收息 六十元買一手 五十元又買一手 其實從息率上說是OK的 即是六七利息 只要不是急著 可能要吐飲 或者怕價值再移動 其實從收息方面來說 是適合中場線考慮的 但短線來說 股價還有機會再跑速一點點 因為始終整個氣氛不好 六十元買一手 五十元買一手 四十元買一手 去到供股價 又買一手 而且我自己想看得到一點 就是接下來都會公佈規矩 我覺得 為何這陣子落得這麼急 因為大家對規矩的預期 是一般的 覺得過季應該不太好 所以先稍為固定 所以我覺得反而可以 如果真是想做中場線收績 等業績公佈後 即是可以用策略性去看 其實看完業績才考慮會好一點 策略性去看 這就要等業績 所以就不要動 海螺水泥出了業績 是否真的那麼差 第三季盈利其實也有百倍增長 亦比上半年的表現 好像也增長強勁 為何它反而要跌得這麼厲害 潤泥1313之前仍然跌得很厲害 整盤水泥股 其實這幾天都開始移動 現在的投資者等錢洗 其實我覺得一來 始終這陣子落得多 如果由年初至今 或者跟去年比較 其實股價仍然很強 所以很認同 可能像早上所說 大家都心急去沽貨先走 變相最後 始終市財不太好 你也說拿錢最好 對 所以可能大家這一刻都叫 沽貨沒有安全感 相對較強的股 再加上業績 沒錯是可以的 但始終在股價上 累升的幅度 我覺得反映了大部份 而展望未來 特別你稱之為 那麼多的不同板塊 不同股份 都不斷跌穿 250天線 但水泥股算是這一陣子才開始跌穿 所以會再追分多少跌幅 其實都正常 所以暫時我覺得水泥股 會逼一逼才會合適一點 那就這樣說 恒指跌穿250天線 牛熊分界線 我們俗稱 很多人說不是 哪是 即是個個仍然是牛 心底仍然是牛 但由跌穿250天線到現在 再跌也有很多個百分 是的 Raffi會否覺得 有些股份 如果他真的穿250天線 是否真的 真的要先離開 現在沒有安全感 其實安全感真的沒甚麼 沒有安全感 差一股票沒有安全感 一點點 因為其實 講真句連這些 因為始終傳統水泥股也好 或者很多版面上案 例如手機設備的 例如也好 其實始終講真的 都是跟市 或者跟經濟敏感度比較高的一些辦法 當然他們業績暫時 例如水泥股仍然加了功課 但未來當內地經濟效果 或者整個環球經濟面都是轉差 他們的盈利前景一定是下降的 始終我覺得這慢慢會是最後反映出來 所以變相股價有機會 真是這一陣子 如果假設市是沒彈的 有機會再跌多一點點 看到現象嗎? 市是跌2% 但這版本全版跌幅也大多 現在是否在數之前升得好的 科技股第一 現在逐個 我們說這是周期性股份 這些股份也要落獲 也要沽民一點 其實沒辦法 如你所說 以前樓市沒有股票在手 便沒有安全感 現在轉為紅市 有股票在手便更加沒有安全感 大家都不想有股份在手 而且你見到前一陣子 最初沽的股份是科技股 之後你見到很多 之前炒得很強的 例如交易股、醫藥股 全部都開始下降 因為股份是比較高 現在就算了 最新是 Nestplus 連這堆上來股份也要沽一沽 他會受 然後跟著他走便好 但1313的圖片很有趣 現在RSI是碰到近期的低30 朱sir說這圈圈的位置就等於之前 判斷 你現在叫人馬上露斬 用烈口跌穿上一次的低位 從技術面上說 潤泥到RSI30好像有反彈 最近這次又是 或早了幾次 但我覺得這是其中一個指標 但始終市場不好 超賣可以再超賣都可以 等於一到這位 或者股價回到上次的低位 就馬上露斬 我覺得有些保留 或是審神就好一點 所以暫時初步來說 起碼看看短線 特別今天這兩天 可否回到7元樓上 如果其他回到上去 可能還可以一點 叫大個環區更閒 但如果7元都確立不能上去 可能有貨也要先走一走 這跟之前很不同 之前是超賣再超賣都可以 現在可能是反轉 超賣再超賣都可以 不要打算倒閉 今天好像是好位 你呼叫狂奔 你以為下一步會好嗎 分析落定 休克 沒錯 所以不要接這些跌下來的 麻煩Raffi的分析